需要指出一点 无论是香港国安法第六条规定的宣誓效忠制度 还是基本法第104条规定的宣誓效忠的内容 这个里面提到的 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都毫无疑问地包含了效忠国家的含义 这个道理也很显然 这是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决定的 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 当然工资人员宣誓效忠的对象 首先就应该是包含了国家主体 不能够把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构开来 把宣誓效忠 把它理解为仅仅是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 谢谢大家